过完春天,花开始拜了 看多了花开花拜 有没有兴趣换一种方式 养一些比花,比月季,比茉莉还要好的植物 比如洋葱 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最近您家的花有没有花拜了 很多植物,很多花卉,这个时候花都开始凋谢了 过完这个春节之后,再养花有点烦 我这两天我就心想不想再养花了 想停下来一下,包括草莓也不想养了 那家里的旧花盆,盆土还丢在那里 怎么办呢? 其实除了养一些花,养月季,养茉莉之外 我们在家还有一些更简单的植物可以养 比如洋葱或者是大葱 这个东西都可以很简单的在家里 在阳台,在花盆里养活 大葱,洋葱,红萝卜 这几样东西可以说是最近这两年我家的标配 除了这个东西拿来炒菜非常香之外 其实营养方面真的非常好 对于家里有小孩子来说 真的是不错的一个蔬菜选择 当然这个东西去买其实也不便宜 只是我觉得如果在家可以养的话 能养一些更健康的洋葱 或者小山大葱的话也是不错的 其实我们在家想要种这个洋葱 只需要买一个这样的洋葱种球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上面干枯的根给弄掉 为什么要把这些干枯的根给剪掉呢? 其实很简单的,因为这些根在花盆里面是很容易腐烂的 而腐烂的过程中会造成很多细菌或者其他的问题 然后导致这个葱长不好 一定要把这个根给修剪干净 这大葱呢也一样摸一下它的根 它根还是挺活跃的 没有完全的干枯 还是修剪一下吧 剪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修剪完整之后呢 我们可以准备一些清水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左右 一毫升左右的白酒 这个是本地的白酒 大概一勺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您家的葱头放进去泡水 为什么不提前把它切好呢? 原因就是泡水的过程中呢 容易导致那个水进到那个花芽里面去 然后呢让这个花芽来腐烂 这样泡 一般泡十分钟呢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是最简单的 好了我这个已经泡了有十分钟了 大家尽量不要泡时间太长 因为这个米酒呢 除了能刺激它生根以外呢 还会对它有一点伤害 接下来呢我们只需要取一段 一般情况不能太短 一般情况呢 起码有五到八厘米左右的长度是最好的 然后把它截断 这个拿去吃 至于洋葱呢 尽量留下三分之一 留下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呢拿去炒菜 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花盆 花盆的选择 其实普通的花盆就可以了 我这个是一加仑的普通花盆 然后里面的土呢是之前种那个西红柿 用剩的旧土 也不用怎么处理了 然后把它简单的弄出一个小洞 然后把这个洋葱给摁下去 摁稍微实一点 大家记住那个土壤不要沾到这个切口上面 这样子很容易导致感染 嗯 其实呢稍微湿润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那个 然后跟棍子把这个土壤给压实 接下来是大葱 大葱呢就把整个的埋进去就可以了 完成了 这样完成以后呢 我们需要浇水 浇水的时候 注意稍微把这个土壤打湿就可以了 不需要浇到那个植物的那个上面去 我刚才呢就顺手把那个白酒水的泡 跟那个白酒水的直接倒到花盆里面 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 我用这种方法呢 其实每年春天呢都会繁殖一些自己在家弄的蔬菜 尤其是在超市里面买的 比如洋葱啊大葱啊 还有红萝卜啊萝卜啊 这些都可以在花盆里面养 不求它能收获这些什么东西 但是就是收获一些我觉得健康的环保的一个东西 春天养花其实很多花都能养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养花有点利了 然后想换种种植方式 不想再用种月季啊茉莉啊蓝莓啊 那些植物的话 您不妨像我一样 再加种洋葱种大葱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了今天我说到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谢谢大家拜拜